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大家最近都留意到了 比亚迪士通过一系列的荣耀版车型 又把车圈里面的价格竞争拉到了新的高度 确实最近上市的那个海豚荣耀版 起售价已经压到了10万以内了 确实同行都表示压力三大了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别里面的 性价比高的车型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就比方说我们身边这台大众的IT3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款紧凑型的纯电车型 那么这一款的IT3呢 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面还有没有竞争优势呢 大家还值不值得去选择去优先考虑买这样一台车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了 那么其实关于IT3这款车型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 那么像馒头一样的造型挺可爱的 也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其实呢个人认为啊这一台车在10到10万这个区间 最主要的能够吸引大家去选择它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个空间 那么这是一台A级车不是A0级小型车 所以呢级别是不一样的 那长度更长轴距呢也更长 那么整体坐上去呢就会发现 其实整个乘坐空间啊 优势还是相当大的 更宽敞了 视野更开扬 与此同时的话呢 其实车厢里面的这些储物空间不仅储物格的数量够多 而且呢设置的这些布局啊尺寸啊都相当的实用啊 放个人物品啊非常的方便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车机 虽然说车机不是大众的强项 但是呢它有无限carplay 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就是一个福音了 那么很多车型其实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与此同时呢 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后排了 那么其实呢大众对于这台ID3的底盘厚度的控制 做的还是相当好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做到上面去的时候呢 再加上它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座椅 后排座椅是一样坐起来 这台车还挺舒服的 一点小板凳的感觉都没有 而且嘴部空间也有一定的保障 乘坐感受来说呢 相比起A0D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不过呢其实对于ID3这款车型啊 个人认为最大的优势其实还是体验在动态方面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把它开出去 跟大家聊聊它在驾驶部分的优势 那么对于大众ID3这款车型啊 虽然我们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但是每一次开上它呢 都会有一种乐趣啊 从心底里面慢慢涌上来 毕竟在动态方面其实它还是很有优势的 尤其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 我们这种硬核车迷更是如此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动力了 单电机后轮的驱动 那么最大功率170匹马力啊 最大扭矩316米 那么实际上呢虽然说 你放在新能源的世界里面这个数据看起来好像并不怎么大 但是呢你要结合它的整个尺寸定位以及价位来看啊 优惠完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区间 实际上这个动力还是相当有优势的 尤其呢316米的扭矩代表着就是你在市区这种路况下面去开 一脚踩下去 其实那个加速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爽快 而且呢整套动力系统的调教啊 非常跟脚可控性很高啊 而且整台车毕竟尺寸还是比较紧臭小巧嘛 所以呢在城市的路上面开起来非常的爽快啊 这一点还是值得好评的 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后轮驱动的布局 后置后驱啊 实际上对于这台车的转向体验来说呢 都会有比较好的保证 现在给人最明显的感觉 就是它的所有的转向动作 其实做得非常的轻松啊 非常的快速 而且呢指向性是非常准的 整台车尤其是后轮的那个活跃度啊会更高 那么其实在这样一种驾驶体验 在目前这个市场上面 无论你是紧臭行车也好还是小行车也好 没有多少款车型啊 能够提供到类似的驾驶体验 其实上一次还有这种驾驶感觉呢 是在MG的Sightbuster那款跑车上面 但是那款车三十多万的这台车 十多万你就能拥有这种体验了 相当不一样啊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再提一下 值得称赞的就是这一套底盘了 前麦福迅后多连杆的结构 相当的常见 但是呢你要是放在它现在的终端售价区间里面呢 能够买到这样配置的车型并不多 在这个前后都是独立全架的结构支持之下呢 其实这台车对于车身姿态控制是相当优秀的 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特别硬朗的运动底盘呢 对路面上的信息过滤还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导致有些呢就会觉得路感传递的不是特别丰富 但是呢在你遇到一些大幅的抛跳啊大坑挖的时候呢 它又能非常快速的把这台车啊 的姿态给控制住 把车身拉住 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到人的体验 其实就是它很舒服的同时呢又很可控 驾驶的信心比较足啊 所以说虽然它稍微有点偏软 但是依然呢给到人的驾驶乐趣还是非常充足的 这也是大众在造车的时候在底盘调教这个方面 一直都是稳定输出的表现 韧性十足啊 这也是德系风味嘛 所以至于像这个底盘方面的加持 再加上刚刚的快速的转向手感啊 其实都是能够带来乐趣的体验嘛 那肯定有的消费者就会说了 就现在比亚迪的海豚荣耀版也有四连感的厚毒力悬挂了 但是两者之间的体验差别怎么样呢 现在不好说因为还没有开过那款新车 所以后续可能我们如果再开过那款的话呢 对比起来就知道大家可能体验性是怎么样 起码在目前这个体验来说的话呢 大众ID3的这套底盘确实是比较出色的 那再来说一下电池和续航啊 相信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在买新人员车的时候 最重要关注的内容 那ID3的现在主要提供就是 官方标准是450公里的续航 那实际用下来呢 会发现它的表显的能耗 是14到16千瓦时每百公里 这个水平不算特别低 那么整体呢 实际跑下来应该能够跑个300多公里 是没有问题的 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数据会稍微有点短了 但是像你看这一个级别 这个类似尺寸的车型 你就会发现呢 大家其实多多少少也就是300多公里 有一些好一点的成分跑到400公里 大差不差了 所以在实际情况下面呢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尺寸的车型 大家就不要对它的续航能力有太高的期待 起码300多公里 平时上下班通行 就偶尔的市区周边的自驾游也足够用了 长途可能会吃亏一点 但是毕竟到了这个价位 就是这样的体验嘛 那么整体看下来就会发现 其实大宗ID3呢 在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 最主要优势就是两个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空间 作为A级车呢 确实更宽敞更好坐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驾驶乐趣的优势 那么如果你是喜欢驾驶的话呢 其实买ID3就是很好的选择 它就是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最好开的新车之一 但是呢 驾驶乐趣通常都是在 大家购车的需求里面 放的优先级比较低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可能就是比较小中一点 那么最后还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一台呢 是整个ID3系列里面价格最低的那个版本了 Pure版也就是12万多 优惠下来12万多裸车价就能买到的了 那么这款车型在今天这个 这么低的配置情况下面 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空间 这样的驾驶体验 个人觉得性价比确实还是比较高的 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 那其实同时呢 ID3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个2024款的车型 那么我们今天拿到其实依然是23款 但是呢 大家其实24款跟23款呢 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主要就是外观的一些小细节上面进行的调整 比方说换了一个扁平化的logo啊 有一个新增的一个蓝色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选那个 或者说呢 在车身上面有一些四条啊 点缀上面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三减 但是呢 整体来说大家的差异不大 大家看着价格去选就可以了 那其实个人还是比较期待说 他们能够真正的大众跟进上海外版的那个新款外观 因为呢 在海外市场啊 ID3改款之后呢 这块黑色试板没有了 那么整体的造型呢 更加简洁 看起来会更加舒服 这是个人的看法 好 今天对ID3的体验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